艺术能量 五分钟认识一位艺术家 欢迎你登上艺术方舟 我是Color爽 今天我们要找的艺术家 是一位怪咖 他画中的人物就像是从哈哈镜里走出来的一样 这位怪咖就是埃尔格列科 格列科并不是他的真名 而是他的外号 就是希腊人的意思 因为他出生在古希腊文明的发源地 当时像他这样 以出生地命名的艺术家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芬奇村的达芬奇 布鲁塞尔的 波鲁盖尔等等 虽然他出生于古希腊的文明发源地 但他出生的时候 那已经变得非常混乱了 一点也看不出古希腊往日的辉煌 但几百年后 古希腊艺术文化的辉煌 被意大利人给复兴了 因此意大利就成为了格列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 后来他也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意大利 那当时意大利谁画得最好呀 就是提香 于是格列科就拼命地向提香学习 格列科也很厉害 很快 人们就已经分不清他俩的画了 再后来 他甚至还放出豪言 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也没我画得好 大家都乐他 哪来的毛小子 竟敢在这吹牛 所以 意大利人都不太喜欢格列科 甚至把他赶出了意大利的艺术圈子 他就只好去别的地儿找机会了 他先是来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以为西班牙国王会赏识他 谁知 国王根本没拿他当回事 但 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 有心栽花 花不开 无心插柳 柳成荫 就是说 非常努力地做一件事 没有成功 没有专门追求的事情 却做成了 这句话用来形容格列科 特别合适 没能获得国王喜爱的他 默默离开了首都 到处乱撞地来到了西班牙的另一个城市 托莱多 在这里 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画风的环境 这是西班牙的旧都 但这儿的天气环境却极为恶劣 白天 烈日炙烤着大地 晚上又闷热地像个大蒸笼 格列科的怪画风 极为适合画表现这里的风景 他把这个城市画得让人毛骨悚然 黑压压的乌云笼罩在城市上空 让人喘不过气来 地面也是光涂涂的 瘦骨淋漓 感觉就像末日马上就要来临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格列科遇到了对的人 因为这里格列科找到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落魄贵族 他们特别喜欢格列科的悲观画风 落魄的格列科也在这里重拾自信 一下子画了很多的代表作 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甚至都传到了 曾经爱搭不理的国王耳里 国王决定请格列科来到首都 并向他定制了两幅画 谁知道 骄傲的格列科又没抓住机会 国王让他画个歌颂王权的画作 他却画了一个反对王权的画 就这样格列科再一次被赶出首都 又回到那个充满负能量 环境又恶劣的托雷多城 但这次 艺术家再也没有离开过 此时的格列科已经不再年轻 也已经不再追求得到官方的认可 他干脆破罐子破摔 自己开心就好了 他晚年的话 几乎不考虑人本来是长成什么样子的 而是他想画成什么样 就画成什么样子 在他的画中 衣服就像是柔皱的稀薄纸 人物被肆意地拉长变形 所有的人物都是七扭八歪的 仿佛地面天空都在转 再加上那种极强的透视感 给人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 这种怪画风也导致了格列科的艺术 在当时并没有马上被人们接受 而是在地下封城了四百多年 直到现代艺术出现后 才得到人们的认同 好了 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 格列科一生换了那么多地方 你都记住了吗 没记住也没关系 卡拉爽最后在文稿里 交给你一个小妙招 那就是记住他的名字 就能记住他的经历了 赶快打开文稿 看看吧 下一次带你认识一位 格列科的同道中人 专画长两怪的莫迪里亚尼 期待我们下次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